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亦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航母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中国空军在抗战争中的表现 上次我们说到1943年下半年以来 中美的航空部队在中国战场上 首先从防御转入反攻 从1943年末起 中美大编队机群就开始频繁的袭击 日军的重要的航空基地 码头车站以及军队的基地地 侦察机更是几乎飞遍了 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轮险区的上空 中美空军逐渐将前进基地向东 推进到了江西隋传 赣州和广东南雄等地区 湖南 衡阳 广西桂林等基地 则逐步稳固 成为了核心基地 依托逐步成型的前进基地 加骨干基地再加核心基地的网络 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 将战线向东推进了约500公里 中国空军的活动区域 甚至威慑到了东至台湾海峡 南极北部湾的日军航域 日军水上和路上的补给线 常常因为遭到空袭而暂告中断 根据日本的资料记载 1943年秋到年底 在中国南海上的日军舰船 被中美飞机击沉了3.5万吨 在长江上的日军舰船 遭到空袭之后 缠没了8500吨 1943年11月初 长达会战爆发 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师团长 下山琢磨 率领索部 第16 第25 第44 第45 第85 和第90等战队 以及17 18 55 三个独立中队 一共是253架各式飞机参战 中美方面呢 则投入了中国空军第二 第四 第11大队 和中美混合联队 以及美国第14航空队一部 一共是各式飞机约200架 从数量上看 中国方面略少 但是中国空军处于内线作战 主要的交战地域都是我方控制区 具有以一代打的优势 在整个长德会战中 中美空军一共出动了216次 其中战斗机1467架次 轰炸机280架次 重点是直接支援地面陆军的作战 并且打击长德 使手 吼吃口 化容等地的日军地面部队 在空战中击落了日机25架 机伤19架 炸毁地面日机12架 在长德会战中 中美空军主动出击多于防守 还以大编队深入到广州 香港 台湾 海南岛等地 日军沿着中国东南海岸线的运输 遭到了自发动清华战争以来 首次沉重打击 日军在后方的空军基地 海上运输线不再安全 长德会战说明 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 经过一年来的争夺 其主动权已经逐渐被中美空军所夺毁 日军第一次尝到了 在中国战场上丧失制空权的滋味 也正是在长德会战中 中国空军涌现出两位空战英雄 一个是驱逐之王高尤新 高尤新是辽宁锦县人 918之后 他们全家逃入山海关 来到天津 高尤新在佛伦中学就学 毕业之后 为了驱逐日寇 光复他的家乡 他投笔从容 考入了杭州 剪桥中央航校驱逐班第八期 在航校中 为了将来能够打下日本飞机 高尤新课口学习 航线 编队 特技 空把 地把 他都是精湛纯属 打把练习的时候 无论是对空还是对地 他都可以命中90%以上 每次当航校 进行阅兵 飞行表演的时候 高尤新 一定会参加特定小组 毕业的时候 高尤新 以毕业成绩第一 分配于空军 第四大队 高尤新的特长是 他的视力特别强 编队飞行的时候 他远远就可以看见前面有飞机 而他的同伴 还无从得知 一直要再飞 四五分钟之后 他的同伴 才可以看见对方的飞机 远处的飞机 是敌 是我 型号和机种 他都可以先分辨清楚 可以及早的 告出他的同伴 要如何动作 他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一旦看见 日军飞机 就奋不顾身 如猛虎入羊群 无论日军飞机的火力 如何的猛烈 他都一概不顾 只管冲杀在前 因此高尤新 没有战事 作为他的辽机 非常的不容易 很多做过他辽机的飞行员 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就是高尤新 他一看到日军 忘记一切 他可以凭借着高超的技术 从敌机的火网中 钻过去 可是他的辽机 往往跟在后面 钻不过去 从1939年4月3日 到1945年6月10日 六年多的空战生涯中 高尤新有158天 撑空与日军作战 一共出动了240多次 最多的一次 一天之中 出动了7次 高尤新的战绩是 在空战中 一共击落8架敌机 另外一架敌机 是地面摧毁 因为高尤新 经常出入敌人的火网 击落敌机 而自己毫无损伤 所以在中国空军中 被誉为辅驾 又得到了驱逐职王 这个称号 高尤新的确算得上 福大命大 康尔空战中 他的坐机 一共重弹24次 最危险的一次 就是避山之战 当时他的飞机 重弹40多发 幸亏没有伤机要害 勉强非凡 空战中 高尤新一共受伤过三次 一次是参战之初 飞机的油箱洞穿 高尤新脱离战斗破架 着陆的时候受伤 第二次是1940年5月20日的空战 当时中国空军全面处于劣势 高尤新在空战中 面部和腿部都被敌弹擦伤 第三次是1944年5月22日 他的坐机重弹 跳伞的时候受伤 他在空中跳伞也有过三次 1944年5月22日 他跳伞落到了日军阵地上 不过他顺利逃回 另外一次是1944年12月25日 他跳伞落到敌后 久无消息 大家无不叹息 以为高尤新这次成了劣势 不料事发35天之后 高尤新又回到了重庆白石屹 原来他与湖北沙阳跳伞 被当地的农民所救 乔庄城农民妇女 躲过了日军的搜捕 后来又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 混过了伪军检查 投奔了游击队 送到老河口 最终辗转归队 不过也许是高尤新 在空战中 把他的好运气都用光了 1945年8月 他回到沈阳的时候 在一个大楼的三楼 因为电梯门误开 而坠落底楼 造成了脑震荡 1947年 他去美国治病 半年之后回国 在船上又晕船数次 到南京中央陆军医院休养 1948年2月13日 他独自外出散步 在吴老桥 小火车铁路站边 不幸滑倒 结果惨遭横祸 离开人世的时候 仅有32岁 另外一位空战英雄 是周志开 周志开出身于名门望族 他的祖父周采晨 是清朝官制二品的大员 卸职之后投身实业 他们家的产业遍布大江南北 从华北到江南 都有他们周家的厂矿钱庄等 著名的开栏煤矿 就是他祖父周采晨 参与创办的 由于家境优越 周志开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而且他长相出众 英语潇洒 本来呢 他打算投身当时处于热门的电影圈 可正赶上民族威王的紧要关头 所以周志开不顾家庭的反对 他依然投考了 简桥中央航校 他被录取进入了第七期驱逐班 那么因为抗认战场之上 中国飞行员损失比较大 为了补充飞行员的队伍 G7-7奉命提前毕业 1938年2月26日 周志开和其余151名同学 一起奔赴抗日的空战前线 周志开最辉煌的表现 是梁山之战 1943年6月6日 中国空军驻扎梁山机场的第四大队 P40战机20余架 第十一大队P66战机8架 以及第23特遣队P40战机3架 出动轰炸日军 任务完成之后 P66降落在恩师 其余返航梁山 第四大队12架P40战斗机 袭击了恶西聂加河之地之后 返回机场 正在相继着陆加油之际 恩师站的河启任战长 突然发出日记的警报 P668架 西数起飞拦截 不久呢 凤杰报 有不明的飞机8架 航向4点到8点方向飞来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 凤杰来报收到之后 日军飞机应该已经到达云阳 云阳来报收到 日军的飞机应该已经到达万线 当万线的来报收到的时候 日军飞机已经会到达梁山的上空 可是驻扎在梁山场战的第一路司令 杨洪骁优柔寡断 虽然各战斗机部队的分队长 都要求起飞 但他仍然只命令飞行员机前待命 而继续和重庆商议 随后终于等到万线的情报到达 说敌机8架 3点到9点 正向梁山飞行 杨洪骁这才下令紧急起飞 但是尾追而来的日军飞行第33战队的 14架中导一式战斗机 和90战队第三中队的 8架川崎99式轻型轰炸机 已经出现在了梁山机场上空 企图偷袭 这个时候地面大乱 本来可以在空中带敌的飞行员 也只好私下躲避 而日军首批三架已经开始投弹 当时担任第四大队第二三中队长的周志开 本来是在机场西北一角 修理方向舵脚灯故障的坐机 听到警报之后 连降落伞都没有计 就跳入机舱 不可能陷入泥沼 无法逃出的危险 也不管刚执行完任务 油量已经不足 直接划过了泥泞的地面 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 单机强行起飞 升空之后 周志开果断冷静 他并没有立即攻击敌机 而是尾随轰炸完毕的最后一个 敌人的三机编队飞行 周志开他利用云层作为掩护 隐蔽的靠近敌机 当逼近到200米距离的时候 突然开火 接连击落了两架日军的轰炸机 另外有一架重伤迫降于云阳 周志开完成了攻击之后 考虑到机场的跑道已经被轰炸 敌机还可能再次前来 就以最后的燃油飞往重庆落地 虽然周志开起飞攻击了敌机 但是由于敌众我寡 周志开难以全部对付 当时第四大队20多架 在停机坪上的飞机被击中起火 与此同时 日本飞行第90中队 第2中队 8架99式轻型轰炸机 攻击了恩师机场 形容一架被中国空军第11大队的飞机击落 那么这次日军对梁山机场的偷袭 使得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战斗机 几乎全部受损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路司令杨洪霄判断失误 当时地面观察室 曾经向他报告了 发现不明标志的12架飞机 实际上日军飞机是22架 正在向梁山飞来 杨洪霄他误以为 这是从前方作战归来的中国飞机 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 结果造成了惨痛的后果 事后杨洪霄被撤去了司令的职务 当天先后两次战报传到了重庆 第一封战报说 敌混合机二十余架 于本日偷袭我梁山基地 因我情报混乱 为其起飞迎击 当有数架在场地遭到炸弹损毁 人员无伤亡 第二封电报写的是 本日偷袭我梁山基地之敌 于回窜中 经我周志开单机追尖 颇有斩获 以查识者既有敌轰炸机三架 先后被我击落于梁万云线上 均起火焚毁 人机全毁 我周姬与间谍任务达成之后 安返重庆基地 于续查中 航委会当即 召周志开面询 恰好陈大德于当天下午 从昆明返回 闻讯之后 立刻赶到了蒋介石 黄山关底 分析战况 并且大为赞扬周志开的英语 随即周志开得以荣获 青天白日勋章 并被晋成为少校 这次精彩的战斗 成为周志开短暂战斗生涯中 最辉煌的一段乐章 1943年10月底 长达会战开始之后 周志开和他的战友们 一起投入了对日军的空战 为了支援陆军作战 他先后多次单机 或携辽机出动 侦查前线日军的活动情况 这种任务 对于低空性能并不好 盘旋和格斗性能 都不如当时日军 主力战机中导一式 中导二式的P40来说 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因为凭借着 中导一式的水平机动性 只要在低空抓住了P40 后者既无法水平机动摆脱 也无法借助 其俯冲机动性能好逃脱 只有被动挨打 但周志开从来没有抱怨 总是率先出发 12月14日 周志开再次单机出动 驾驶着一架P40N型战斗机 由恩师基地前往浪县 石首 华戎 安乡以待侦查敌情 途中他遭到了四架 日军85战队的 9岛2式战斗机的偷袭 不幸于湖北长阳县 被日军陆军飞行85战队的 西藤才击弱阵亡 虽然我们没有当时空战的详细记录 但从两种飞机的性能和中日空军擅长使用的战术 和当时双方所处的态势 可以大略分析出周志开最后一次空战的一些简要情况 二战中美国的战斗机 以垂直机动性能好著称 多数属于能量战斗机 也就是说速度快 加速性好 俯冲快 爬升率高 而日本战斗机 则是以水平盘旋的机动性能好著称 因此呢 P40的纯盘旋性能 尤其是低空低速区的盘旋性能 远远不及日军的战机 而且由于研制的时代不同 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P40N 在速度爬升率等指标上 都不如日本中导二式 因此根据这种性能上的差别 P40N在对付中导二式的最佳办法 是尽可能的占据高度优势 并采用分层多空域的编队 在与日机遭遇之后 分批投入作战 在高空始终保留有作为掩护的分队 在战斗中 由于P40N的盘旋性能 远不如中导二式 因此绝对不能贸然和日机 进入到水平面内的盘旋摇尾格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正好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真正的方法 应该是发扬飞虎队 也就是陈纳德所制定的一个战术 利用P40N的俯冲性能好 从高空俯冲下来 打的就跑 如果是P40N的小编队 甚至是单机 遭遇到日军中导一式和中导二式的话 则更需要小心的对付 由于P40N在爬升盘旋等方面 都不占优势 此时如果占据高度优势的话 善可攻击一次 然后迅速的撤离 如果不占据高度优势 则应该立刻躲避 在争取高度的同时 是情况寻找和日机交战的机会 同时必须保持速度 否则一旦日机发起攻击的时候 P40N既无高度又无速度 就会陷入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而周志开执行的低空侦查任务 则是对于P40N这种水平机动性不佳的战机 最危险的工作 为了看清地面的目标便于标识 P40N必须飞得低而且慢 在这种空域 P40N处于决定性的劣势 而且在低空 擅长俯冲增速攻击的P40N 毫无机动的余地 因为它无法做出俯冲 一旦俯冲就会撞地 而拉起爬升又比不过中导二事 组上所述 在低空侦查的时候 P40N的飞行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始终不间断地 扫视自己的侧翼身后和后上方 防止日机的偷袭 周志开很有可能 当时正驾驶着P40N 在300到800米的高度上对地侦查 他的注意力大部分 都集中于飞机的左右下半球 而忽视了自己的尾部和侧背 这就造成了日军85战队的四架 中导二事 抓住了机会 对周志开的飞机进行了偷袭 等周志开反应过来的时候 日军飞机很有可能已经从多个方向围攻而上 而周志开的P40N 处于性能劣势空域 以寡敌众又没有辽机掩护 遭到突然袭击 自然很难逃脱 陨落的悲剧 另外呢 由于击落周志开的日军飞行员 在战争结束前 也遭到中国空军击落毙命 缺乏当神的印证 因此史籍中对周志开的死因 有了诸多的说法 甚至有留言 说是高尤新因为嫉妒周志开的战功 所以将周志开击落 甚至把高尤新后来的不幸 说成是抱怨 这完全是不负责任 有辱先烈的说法 根据时任第四大队 第二一中队分队长陈忠秀的说法 当天周志开出发之前 和他正在打波克牌 而奉命起飞的时候是单独离去 等到超过返航时间 陈周秀等人奉命前去搜寻 当时的编队长机正是高尤新 1991年 日本的航空舍爱好者 中国的天空作者中山雅阳 到台湾访问的时候 就提到当时驻广东的第85战队 齐腾腐战队长曾经表示 当日他的一名队员 齐腾才向他报告 曾经在湖北长阳附近 袭击了一架单飞的P40 而且亲眼目睹该机 坠向山崖 当时85战队配备的 中脑二式 正好有两挺12.7毫米的机枪 而周志开的遗体上显示 他从下颚以上全部碎裂 身上有12.7毫米的枪伤 这正符合日方的说法 周志开和高尤新 都是八年抗日空战中 中国空军的英雄 他们用他们的英勇在祖国的领空上 给予日本侵略者沉痛的打击 他们的战绩将永远被我们华夏民族所铭记 我们这里再多说几句 关于P40战斗机和日本零式战斗机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了 日本零式战斗机在中国战场登场之后 就给中国空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P40和零式是二战初期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上 较量最多也是作战时间最长的两种战斗机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 美国开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所飞的飞机就是P40 虽然美国飞行员认为它是哪方面都不出色的飞机 但是却一直使用到了1943年 甚至是1944年 P40飞机在最困难最激烈的战斗中 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一共击落了13000多架飞机 P40飞机最大的特点 首先就是结实可靠 能承受打击 只要冷却夜箱没有被击中 拳击哪怕打的都是弹孔 但仍然可以把飞行员安全的送回家 它对飞行员的保护也非常的好 封挡之后有很厚的防弹玻璃 飞行员的身后有厚的钢板 油箱是防弹的自动封闭式 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火力强 6挺12.7毫米大口银机枪 射程远 组成的火力交叉很强 如果在800米的距离开始射击 它能从600米到200米 组成杀伤破坏力很强的火力网 工作可靠 P40的武器系统很少会发生故障 好几位中国空军的飞行员 都曾经亲眼目睹过 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的飞机 在空中将日本的飞机打得爆炸开放 由此可见P40火力之强 虽然P40它平飞和上升的性能都不强 但是它俯冲好 做垂直俯冲的时候操作性好 没有抖震 因为中国飞行员曾经在一次空战中 被两架零式战斗机攻击 机身中了两发炮弹 炸开了两个直径20多厘米的洞 但是它以垂直俯冲脱离 当时空速表的指针接近于600英里每小时 这已经是P40的极限速度 可是它感觉操作并不沉重 因此P40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 它可以采取打得救跑的战术 而且这种战术能够把它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P40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适应性强 维修比较容易 无论是在太平洋上的热带森林 北非的沙漠 还是在中国的云贵高原 它都可以适应 工作可靠 在北非美国空军本来叫小鹰 美国空军中的外号则是印第安战俘 这都是非常形象的外号 那么再来看日本的灵式 灵式无疑是二次大战中杰出的几种之一 日本海军的编号是30A6M 1939年首飞 1940年首先在中国战场使用 这种飞机的设计 它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战斗机设计的新思想 全金属 低单翼 可收放的起落架 等加以改进设计而成 灵式战斗机最高的平飞速度 可以达到500公里每小时 升限超过1万米 续航距离达到了2000公里 它的火力配置是两门20毫米的机炮 和两挺7毫米口径的机枪 这些性能就使得日军的战斗机 有了一个划时代的飞跃 和美军的P40不相上下 那么灵式在上升性能和操作灵活性 还有转弯半径上要比P40优有很多 因此灵式是二次大战中公认的 所有战斗机型中格斗性能最好 但是灵式的致命缺点也不少 因为追求重量轻 所以结构不强 金属的萌皮薄不耐打击 俯冲的性能差 它的长时间俯冲速度不能超过660公里每小时 否则的话抖震非常剧烈 会造成机翼折断 而对飞行员的保护也非常差 钢板很薄 油箱不是自封闭性 一旦被击中之后容易着火 而且因为仪器 液压和电器设备都比较粗糙 所以灵式飞机在6000米以上 性能就会迅速的变恶劣 灵式飞机在空战中 经常是在4000米左右的高度 做转弯飞行 吸引P40飞机做格斗战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 它的这一套战法很有效 如果和它进行转弯格斗的话 一圈以后 它就能咬住对手的尾巴 这也是为什么陈纳德所发明的 一机脱离的战术 是对灵式战机最有效的战术 很快就被普遍的接受 在这种战术普遍运用之后 灵式飞机就经常处于劣势 被击落的远多于P40战机了 同时由于对飞行员的保护设备差 就造成灵式飞机飞行员 它的死伤比率过高 特别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损失 更加是难以补充的 这就造成了日本空军 在后期的力量更为被削弱 不过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灵式战机在1940年秋 出现在中国战场之后 直到1942年底 它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太平洋之王 盟国的飞行员在空中 都比较害怕 见到灵式战斗机 灵式也的确杀出了威风 灵式战机在中国的天空 横行无际 差不多是两年 即使是太平洋战争的初期 美国因为准备不足 所以当时在远东的空军 都是少量落后陈旧的飞机 再加上日本飞行员 都已经是在中国战场 得到锻炼的老手 所以呢 盟军的飞行员 也吃了零食战机 不少的苦头 不过当时美国的P40 和海军的F4F战斗机 也就是野猫战斗机 他们都是可以和零食战机 较量的美式飞机 再加上1943年春 珊瑚海和中土岛 两次海空战役中 日方飞机一共损失了300多架 美方损失约230架 绝大部分都是战斗机 但问题是 美方的飞行员 经过这些作战 素质迅速的提高 可是日方 大批优秀的 经验丰富的老牌飞行员 战死 而新的飞行员 又得不到有效的补充 此消逼涨 零食战机的优势 就被逐渐的削弱 那么在中国战场 零食和P40 在1941年秋首次交手 飞虎队 在陈纳德提出的 一级脱离战术的指导下 一开始就占了上风 并且一直保持着这种优势 从1942年初到1944年 零食曾经有过四次改型 P40也有过三次改型 但两者基本上保持了各自的特点 1943年 积蓄了足够力量的中美空军 开始全面出击 并且最终夺取了 华南上空的制空权 特别是1943年 日军发动了几次 与中美空军 争夺华南制空权的企图失败之后 中美空军 又于年底 远渡奔袭了台湾的新出机场 这证明了中美空军 已经夺取了部分 台湾海峡上空的制空权 严重威胁到了日寇的交通线 这也逼着日军大本营 开始着手研究 依靠陆军力量 攻占东南部的机场 从而压制中美空军的计划 这也成为了1944年1月 日军发动空权规模的一号作战 也就是我们之前屡次讲到的 玉香桂会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作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军发动的最大的陆上战役 调集了50多万官兵 1500多门火炮 近百万辆的汽车 而且为了增加航空兵力 和中美空军决战 不惜削减其他生产 向飞机制造业重点的倾斜 日本1944年的飞机产量 从1943年 17510架的基础上 增加到了2.4万架 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 而中美空军 也将和日本空军 在玉香桂会战中 再次展开一场厮杀